黑子聊四季 甜甜ACG 大家好我是黑子 今天要帶來的是原住民戰術卡片流程以及流程分享 還不太熟悉原住民戰術 知道從何上手 我覺得可以先從卡片的資訊 先開始那裡有了卡片 就等於確立了流程 我們也可以從流程去反推一些卡片的使用情況 那這邊這一次的新手教學呢 要感謝大家對上一部 阿茲特克的新手教學的支持 順利突破了2000觀看 讓我們可以來製作關於新手教學的系列 在製作這些影片其實 要花蠻多時間去整理資料 而且這些新手教學會隨著 遊戲版本的更新可能不是那麼適用 所以如果你發現前面的幾部新手教學可能 覺得有一點過時或是覺得 可以有一個新的東西 因為畢竟一直在更新新的單位阿新的卡片 就會創造出新的流程 那這樣子如果你覺得有需要 好我想敲完黑紙製作 沒有關係 我們這一部 原住民流程 等一下會示範 在 卡片統治完之後會示範法國的 原住民流程 那 如果是想了解更多 我還沒介紹的文明 或者是舊的 你想了解 說 這些舊文明 既有文明 有沒有什麼新的戰術 歡迎大家敲完 一樣破2000觀看就會製作 我會針對 近期其實敲完比較頻繁的 流程阿 或者是 國家來做介紹 那目前比較有機會的可能會從 亞洲三國開始 其實亞洲三國 在原版的時候就有做過新手教學 但是 因為時代的更迭什麼的 然後在決定版其實 短時間沒有考慮說要製作 那也沒有關係 這邊只要破2000觀看就有機會來製作 亞洲三國的 文明教學 那本期節目呢 感謝由觀眾 黃天翔支持所推出 他其實敲完非常久 從5個月4個月6個月2個月 從半年以來陸陸續續 都一直在 提醒黑子 我想了解法國原住民流的打法 那我們當然也不能讓 黃天翔這位觀眾失望 所以我們破2000觀看 那馬上就來製作了這一部 法國的原住民流程 然後以及一些卡片 統整 所以在開始之前呢 黑子想跟大家探討一下 一些常見的原住民卡片 那畫面中總共有5張的 卡片 分別是原住民知識 減少原住民科技研發的成本 原住民同盟 這個是減少成本 並且提高訓練上限 這張非常強大的卡片 再來是原住民工藝 包含TP啦 還有這些原住民 他會一個給 一個貿易戰會給300茶葉 原住民的戰士攻擊力 那如他字面所說 除了攻擊力之外呢 還會減少訓練時間 再來就是原住民的生命值 除了加生命值之外還可以提升跑速 對於亞洲三國來講 其實 這幾張原住民卡都非常的強 但是他是五選四 這三個文明他們只會拿到四張的 原住民的卡片 那有興趣的話可以開 遊戲或者是上那個 AO13company的 網站 去看一下 到底哪些 亞洲哪些文明有這些卡片 再來是美洲 歐洲非洲常見的一些卡片 像是原住民戰士戰鬥力 分別是直接加了生命值 以及攻擊力 原住民條約 他會給你 你已經結盟的原住民 或是權貴 大約是300到400的資源量 再來是原住民戰士 他會減少 原住民單位的 訓練成本 但是呢 並不會增加你的 訓練的上限 再來是原住民歷史 他會減少 研發成本20% 這時候你就看到其實 原住民知識的強度呢 就比原住民歷史還要來的高得多 還是兄弟之盟 這一張是在 玩條約啊 或是玩電腦 其實 大家非常喜歡你的一張卡 這張卡可以很快的把分數刷起來 那這些原住民其實數量 就那樣子 但隨著新的 DLC的加入 決定版多了 歐洲地圖 還有非洲地圖 非常多的 原住民 他們本身 升級的這些 科技呢 就是幫這些兵種升級 其實 他都是一個分數 你等於免費 獲得的這些資源 儘管 這張地圖上 並沒有這個原住民單位 所以分數看起來會很浮誇 大部分都是因為兄弟之盟 這張卡片 那除了這些 加強卡 減成本 送什麼 軍事單位 送原住民結盟的軍事單位 還有一些跟 暴力戰 跟TP本身有關的卡片 像是高等TP 美國的中國移民 或者是其他革命國家 也有可以 辦法拿到中國移民這張卡 或者是 大部分國家很常見的 三個貿易車 那有些人會直接拿來蓋 可以拿 獲取資源的貿易戰 那有人是跟原住民結盟 那其實都可以 那就是其他國的專屬卡片 首先第一張看到就是法國 原住民戰士戰鬥力的團卡 他可以提升攻擊力跟生命值 加10% 再來是 原住民武器交易 拉科塔的 他會提升訓練上限加20% 接著是薩赫勒諸國 這個是好薩專屬的加強卡 他除了增加原住民戰士的生命值 攻擊力之外呢 亡命單位 傭兵 他們的生命值跟攻擊力也會各加10% 特別附帶一提 豪薩跟伊索比亞 這兩個非洲國 他們本身需要生產這些原住民單位 都必須消耗影響力 他們不吃肉木金 消耗影響力的前提下呢 如何去獲取很多的影響力 就是個重點 那並且因為他們需要消耗影響力 比較 取得需要一些門檻的資源 所以他們的這些原住民單位都是可以自動升級的 那並且豪薩跟伊索比亞 他們在 升級的選項的部分呢 也可以類似 結盟的感覺 去拿到一些原住民的單位 那是約魯巴 耶穌惠 或者是像蘇丹 蘇丹德爾維希 這些 薄薄這些 非常多的 非洲原住民 他們都可以透過升級的選項來拿到 再來是荒野衝突 這是一張 加庫民原住民戰士清型步兵的生命值 會加20% 這張在 法國去玩原住民流程的時候也會非常的好用 再來是緊密關係 他可以從原住民的使館訓練村民 這個主要是美洲原住民四國 會 有機會發的卡 但其實 實用性沒那麼強 因為現在TC的上限 其實被拉得很 高 太多團TC卡 TC很多的情況下加上TC成本降低 所以 這一張卡的效果就沒有像 以前在特殊戰術運用上特別的強 因為還有一個特殊的 用法是配一個 村民戰鬥力還什麼的 但是老實說要用到這一張 時代四的 村民加強卡還比較難 但報名流是時代三就可以全部 一套連擊打完 使用性可能還比較高 再來是印第安友誼 美國跟墨西德的卡片 他們的特殊的性質就是 他們要花500肉跟木 墨西哥的名稱不是叫這個名字 是一個比較長的名字 這邊不落體 那張卡的效果是什麼呢 第一個就是 他會自動幫你獲得兄弟之盟 所有的 原住民單位都升到風雲等級 或是護衛的 數值 那並且呢可以 類似有原住民條約 他會給我們這些原住民單位嘛 就這樣是300到400資源 但是都是給你升級好的 所以這是一張時代四的卡片 非常的強 那尤其像是美國或是墨西哥 他們又可以去結盟像是美國 結盟 克里部落 那墨西哥可以有耶穌惠 或者是 阿茲特克 舊版的那個阿茲特克原住民 我們畫面上所看到的 這個就是阿茲 他可以去 結盟 拿到阿茲特克的暴勇士 以及阿茲特克的英勇士 這個跟阿茲本身的暴勇士 還有英勇士的 屬性是不一樣的 他不像阿茲的暴勇士會近身 他沒有近身的能力 那並且呢在數值上 也會跟阿茲本身不太一樣 所以當如果你在點選軍事單位 選暴勇士 的時候呢會出現一堆的暴勇士 那這邊我就 不細講 我覺得 可能大家去看一下是不是有這個 原住民戰士的標籤來區分他是不是真的 暴勇士 大家可以再去開網站去看這些原住民單位的數值 那這邊 也就不多提 所以如果你想要了解一些文明的卡片 或者是原住民 但這邊其實資訊都給的非常詳細 如果是文明像我剛剛提到的墨西哥 他可以去 結盟 或是獲得 耶穌會 或是阿茲特克的單位 都可以在這邊可以看得到 另外呢像是 原住民的卡片像是法國 他其實有非常多的原住民卡 大家都可以去做參考 大一題是剛剛有提到一張 可以增加 村民戰鬥力的卡片 這個是原住民的卡片 這張卡片叫做戰鬥文化 有進去可以去找找看 我個人覺得有時候打電腦 玩這一招還蠻有趣的 再來是其他國的專屬卡片 像是法國推出的這個古代政權 可以獲得破旁王朝的軍事單位以及科技 但是你生產這些單位呢 就會佔你的人口 我們原住民單位特色最大就是不佔人口 但是你用了這張卡的效果是 還會消耗資源之外 還會佔人口 再來是 奧斯曼王朝 又可以稱為 這個是 鄂圖曼的卡片 他的團卡效果是 交易佔成本 40% 但是你的生命值 不會增加 就是他只減成本 你不會提升生命值 或是獲得 攻擊力什麼的 他就是一個減成本的效果 剛剛看到的墨西哥有耶穌惠啊 或是阿茲特克的盟友 美國有克里還有一張 史萊斯的卡片 那這個 第一軍團 會除了拿到這個狙擊手之外呢 還會獲得克里有一個特殊的 被動能力 鷹眼技能什麼的 那可以讓你的克里 等於說變相的變得更強 德國這邊也有選帝侯 可以從這五個裡面去選 五個 歐洲權貴去選擇你喜歡的 可以去生產他們的軍事單位 美洲盟友這個在印加 以及革命的秘魯都可以選 分別有加勒比 曼帕契 以及薩伯特克 如果你是革命秘魯 選擇是選擇 克秋雅 那就沒有薩伯特克可以選 再來是加拿大 加拿大這一張 時代 放在時代四啦 但是我們知道說加拿大其實就是 革命的 國家嘛 這張卡片非常特別是他可以 同時提升 訓練上限又可以減成本 可以說是前面這一張的 加強版因為他會減 25%的成本 提升很高的上限 但是在 新的改動之中呢就把這張卡移掉了 原本 加拿大革命之後呢 這張卡片是 減25%的 原住民戰士的成本 並且提升建造上限20% 所以他減成本 又提升20%的訓練上限 那本來法國本身呢 就有一張原住民減成本的卡片 在時代三 所以這樣子打完之後你的原住民成本呢 會直接少50% 那透過這種方式如果你的隊友又有打 原住民上限提升的團卡 那這張 卡片就會變得超級無敵強 如果尤其又是 位置地圖的時候 打AI會特別的強大 但是很不幸的是 這張卡 他被改了之後呢 就會向前面這一張 拉科塔 只提高訓練上限 就不 減少 單位的成本 他就變成只提高訓練上限 再來是荷蘭跟義尼喔 他們有一張這個 名稱就是黑人荷蘭冷 那這張卡片是讓你可以訓練 阿坎 阿坎安科比亞這個特殊的火箱兵單位 那他是有訓練上限20 那他 送你這張卡呢 他其實 會給你一部分的阿坎 那這個阿坎是 不會占到這個20個 所以除了這個送的之外呢 你還可以再額外訓練20隻 但是這些送的死掉之後呢 你就永遠就只能採20隻了 除非地圖上 有阿坎的部落可以結盟 來增加上限 或者是 隊友有打這個提升上限的團卡 再來是 戰術分享的部分喔 這邊推薦三場 分別是Yukiti的印加原住民快工用的就是美洲盟友的這個流程 再來是美國的FI 我們知道說美國FI有那個 500肉木的卡片喔 結合地圖上的原住民至少兩個 加上 克里部落可以拿到三個強大的原住民 並且都有升級到工業數值 爆發性非常的強大 再來是豪薩的FI喔 我們有提到說 伊索跟豪薩他們本身 在升級的時候呢 其實可以有選擇 這些 非洲盟友 或者是像約束繪這種 可能比較偏歐洲的 那他們 升級選了之後呢 通常都會給你影響力 那拿這些影響力之後呢 不外乎就是 產原住民單位 或者是用影響力去 獲得額外的資源來加速 上時代的進度 那也因為豪薩跟伊索比亞 他們的 原住民單位 會自動升級的優勢呢 讓他們在時代四 去打出他們 的 這一張原住民條約 這邊要提醒喔 原住民條約不是 只有放在時代二喔 對於 非洲這兩國來講呢 他們是一個 時代四的卡片 並且除了這三四百資源的 資源量的軍事單位呢 他們還有自動升級的優勢喔 所以這張卡片的資源會 非常的強大 他們不需要花資源 但是他們必須在時代四把這張強力的卡打出來 除了升級選項之外 地圖上有結盟的原住民盟友呢 他們也都可以拿到 所以 我覺得可以參考這個流程 如果想要玩豪薩或是伊索比亞的FI 原住民流程也是一個可以考慮的方向 然後接著進入到實戰的部分 那這一場我們選的是 庫爾蘭這張地圖 他的幾個 原住民都還蠻不錯的 就是他除了寫的這些什麼瓦薩 歐登堡 雅蓋龍 還有個韋庭 什麼的 反正 可以選的非常多 也不只他寫這三種 那我是覺得抽到的都還蠻不錯的 我們選這一張 然後 為了 增加一點難度 我們選一個 侵略性比較強的 文明 增加 然後他又是防止國 所以 極限加上讓分20% 挑戰性應該是有的 我馬上來試一下 原住民戰術 那這邊我會先稍微打一下 10代2之後上3 把兵種數值升上去 然後再跟 電腦做最終決戰 那為了 避免對方 太快的侵犯踏戶 我也會做一些防禦的措施 然後這邊需要補一點木頭 因為我們會少一個防禦 這張圖的木寶還蠻多的 所以 少木寶也可以 看一下瓦薩 這個很好 他的 防射 還有他的這個 火神槍兵 跟友藝都很好用 這邊是雅蓋龍 雅蓋龍 單位反馬都不錯 而且他有雅結龍的遺產 可以讓你再次拿到10代 10代的獎勵 這個 還有空可以去研究一下 這邊我就不多說 這套卡牌的話呢 基本上這兩張卡可以看情況打 其實這一套我覺得可以轉 轉上10代喔 高等交易戰可以讓你很快的把地圖的交易戰幾乎都佔滿 夠便宜 030墨 還有加 攻擊力這樣子 那這一場我打10代2的話我會選擇先發盟友或旁盟友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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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邊稍微再趕一下 對 對 我 我 對 我 對 我 對 對 我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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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如果你要打直升的話呢 等一下就是上時代發 少戰馬車嘛就是 一塔兩百斤 那我們這邊沒有要打直升 就這樣打吧 啊幹了一下電腦 啊那個20%真的太可怕了 那他會有個小小的bug 就是如果我 結了太多原住民之後啊 他會塞太滿 然後就沒辦法點破旁的科技 先給大家看一下破旁的科技 那個睡跟一個 什麼來著的 什麼改革看一下 他會有這兩個科技 如果你原住民盟友結盟太多的話 他這兩個科技就會跑到底下去了 破旁改革根據你的科技 會送科技跟船運送給你的經驗值 拿經驗值的好幫手 然後還有這個建築物 會給你一堆錢 這也非常利用幫助 把這個也開了 我們兩個原住民都拿了 他在改 那等一下就會到了 所以也還好 他真的是 要自我的電 自我與死命 沒關係 我的 他快到了 關鍵 傷害 緊張 招牌 我這邊發七百目是想要把這個TP給升級起來 然後把科技給開了 雖然可以讓我訓練這個坡旁盟友但是 誒要佔人口 比較尷尬點 然後我還想拿這個 暗薩桶 it's not enough wii iimmu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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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有木箱沒拿 iimmun iimmun 那就先搞一個強金幾 好 被站走了 這個就是跟一家打有時候很麻煩 他也會跟你搶TP 沒關係 我們可以拿那個房子 有什麼樣子 有什麼樣子 很容易 有什麼樣子 對 好害怕 還會把這個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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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邊是雅蓋龍 我們要看一下電腦在幹嘛 他有兵勒 還在家裡嗎 上時代了 不要踩那麼多肉 轉木頭的用意就是 等一下要升級科技 要把科技給點了 不然冰的樹只會上不去 果然在這裡 這就是讓我最擔心的場景 好 阿平遇到 還可以 我們不可以駕 駕�郭 駕駿 駕駭 駕駘 駕� ñ 他在这场超容易 太受,得攻击 打掂 打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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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一天突然在了。 那是在那一天。 出席了。 臉的。 好,都要奔。 以后捐姥有任何人送命中。 再去。 我应该是最健碎的。 我应该都应该是了。 我对它。 好啦 換我的時間了 路過了比較危險的一波 好 先把科技先開了 等一下我們原住民就會變便宜 然後我們剛剛也打了一張素食塔 然後我們可以再補一張素食卡 或者是直接發冰卡 都可以 再補一張冰卡好了 本素食卡到我們就瘋狂爆冰 好 素食卡到了 那冰都變超便宜的喔 然後你的那個也是喔 你這些坡旁的冰也都變超便宜的 就可以來一波大爆發 把這個先取消掉 沒有開金的科技了 有益真的超強的 他比我自己的胸甲還要強 基本上不太需要自己訓練熊甲 好 這一波很穩 他要出門了 知識神 他這個其實反馬倍率比我想像中好 他這個其實反馬倍率比我想像中好 他要跑到這邊來 派我的馬隊過來處理一下 切菜 砍瓜切菜 就是這麼舒服 出色 能拼購 首速港vo嗎? 第一,我告訴大家 游這個最高峰的角色 而且這些加強卡 我的潑螢蟻油都吃的到 這個也是基本常識 小心錘冰 這裡真的要打到這裡就要小心錘冰 而且棋木其實很難 你的泡兵很難卡住 讓他棋木不過來 真的麻煩 看他的兵會一直跑出來 讓人非常的受不了 你看你看 會不會塗了好多村 沒關係 他家要沒了 只是很麻煩 沒力怕 那我敵人殺死他 那我敵人殺死他 很受不了 那你了 那我敵人殺死他 那我敵人殺死他 那我敵人殺死你 那我敵人殺死他 我会打一启 冲 我 使 我 1080 我就 记得 雪 iqu 然後他就要加彩面子 啊!! 先打 先打下面好了 那先把TC 補起來 打到這種時候就真的是沒有攻城武器就比較麻煩一點 是意義的 離bow了 等20秒 剛剛幾乎是都沒吃到金嘛 所以還這麼多金跑出來 你這個也要來送我經驗吃 要送我經驗吃 何樂不為呢 錘兵還是不好處理 好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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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這波應該是太輕掉了 好,這我們所詮咬的舵 這把順便把教堂科技跟兵工牌開了 應該我科技都有閃 啊 竟然在砍火炮 好大膽子 後面GG就還好啦 你要再打兄弟之盟意義也不大 上十代之後其實要升護衛也不是說沒有支援 一堆雞人讓你開 對 對 敲打 Aaaah 好 那這場就到這邊了 也花了26分鐘啦 不短的時間 那下次有機會我再來介紹比較偏直升的打法 這邊稍微簡單講一下概念就好 這套牌呢 你除了像剛剛打十代二之外 你也可以直接用山春 然後高等交易戰 把你這一側的TP都先搶下來之後 直接用一塔200金 再配700金直升 發堡壘 再發1000金 兄弟之盟 兄弟之盟之後呢 看你要不要去接古代政權 先把經驗值拿完 減價 然後再拿原住民條約 或者是 先拿了古代政權科技開完 直接拿原住民條約 你兄弟之盟打完嘛 拿經驗值 拿原住民單位 然後開始減價自己踩 然後打數值卡 這兩個 可能數值卡可以先吧 這個 也可以再玩一點 你可以先把數值卡打了 這張很強 然後這張也很強 這兩張 數值卡要優先打 再來才是 像是 團卡的這一種 然後再來就減價 經濟夠好 再來考慮減價的問題 經濟不夠好 比率先考慮先有兵 再來升數值 所以 十代四張數值卡 然後雙工廠 補經濟嘛 所以 就看大家怎麼調配 我覺得靈活性還蠻高的 所以 其實是一個 很吃判斷力喔 如果你 撐十代三都撐不下去 就不用 討論十代四張卡的問題 那也更不用討論加拿大革命囉 那這個流程分享給大家 讓大家可以在十代二的時候呢 可以先有些軍事單位 先做防守 然後十代三 開始用減價的 然後再把數值卡補上來 其實也都可以 好 那這一場 原住民 法國原住民流程 就分享到這邊 開始會持續製作 關於世紀帝國系列的新手教學喔 這部影片如果破2000觀看 開始會繼續做新的 新手教學系列 那我們就下次再見囉 掰掰